说起明星雷佳英 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 她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红的一位演员 在圈内的口碑非常的好 她以帅气俊朗的外表 精湛的演技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她演过各种各样性格的角色 但是每一次都能恰到好处的 将人物的性格特点诠释出来 可以说雷佳英是十分优秀 其实雷佳英出道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但是早些年她的发展并不是很好 她在2004年时 英出演了自己的首部电视剧 江湖俏佳人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雷佳英凭借不错的演技 拍摄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但是都没有大火 直到出演《我的前半生》 这部电视剧 她才得到大家的关注 自从雷佳英凭借出演 《我的前半生》的《男二走红后》 她的身上就被贴上了前夫哥的标签 不仅如此 雷佳英还时常被大众调侃头大 以至于被很多网友亲切地称呼为大头 也是没谁了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雷佳英给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幽默风趣 不得不说 雷佳英也是非常有综艺感的 在一些搞笑类型的综艺节目里 雷佳英也总能给大家带来许多欢乐 并且在综艺节目《极限挑战》 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雷佳英的智商也是全程在线 这不禁让许多粉丝 也是对她再次产生了崇拜之情 当雷佳英在参加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时 就被问到迪丽热巴和你的老婆谁更漂亮 不料雷佳英表示迪丽热巴不漂亮 这也让网友们非常纳闷 雷佳英的妻子到底是谁呢 竟然比迪丽热巴的神仙颜值还高 还是雷佳英情人眼里出西市 之后在网络上 关于雷佳英老婆的照片曝光了 雷佳英的老婆名叫翟旭飞 也是一位演员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两个人是同学 而且雷佳英比翟旭飞大两岁 二人在大学上课期间经常合作 一起搭戏 时间久了 就慢慢有了感情 甚至还有老师叫两人在一起 之后 没想到就真的在一起了 两人顺其自然地谈了六七年的恋爱 说起翟旭飞 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但是她曾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 最被人熟知的角色 大概就是和李嘉航搭档主演的 金甲战士中的北极雪一角 剧中一头黑肠直的她清纯甜美 气质出众 这应该是许多小朋友心中的偶像吧 这也不禁让人感慨 雷佳英的老婆 竟然是大家的童年女神 而翟旭飞的生活照中 她的身材也是非常的好 马甲线耀眼 令人羡慕不已 怪不得雷佳英表示迪丽热巴 不漂亮 一来自己是个段子手 求生育 还是要有的 二来妻子翟旭飞的颜值 本身就非常高 节目组的问题 让人难以回答 翟旭飞自从嫁给雷佳英后 更是淡出了娱乐圈 做雷佳英背后的女人 可以说雷佳英如今的成功 是离不开老婆的支持的 最后也祝愿二人 能够一直幸福 甜蜜下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